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讲一下关于一个核心竞争力的问题 设备 设备其实很关键的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设备是 很多标准都是血淋淋的教训总结出来的 因为每次看到一些儿童乐园的国家标准的时候 其实它最后都会有个事故案例 所以每次设备都是要考虑一个安全性的问题 才是耐用性 其实是跟你的收益成正比的 其次才是去微信 所以我这边先说一下结论 一定要选择幸运良好的品牌供应商 因为国外对于儿童乐园的设备 它是有个各个地方的标准的 每次都要验收 但是我们国内的设备相对来源 这方面就比较尽缺一点 所以一般性我都会找那种做出口 外贸儿童游乐设备居多的这种供应商来做 但相对来源价格是比较贵的 如果你商务太小 他们也不愿意接 因为毕竟赚海外的美金其实是挺香的 还有就是设备的合理性的配置 你是要根据年龄段来做配置的合理的搭配整个布局 要定期的微保 还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运营稳定性 要去考虑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安全性 所以在设备的话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我们有国标的 但这个标准我检查了一下 可能还属于推行标准 不是说强制标准 所以我们反正每次看到的时候都是找厂家 不是加盟公司 这里要说明一下 加盟公司可能是一个皮包公司 就写字楼上面办了一个办公点 或者更有事的就是大家合力 共享一个厂房 每个地方都是一个皮包公司 所以一定要找到源头厂家 这是很关键的 找到有认真的供应商 减少安全的隐患 现在互联网吹牛的人越来越多老鱼 牛吹了越多的越要小心 反而是闷声不想发财的那种大厂 反而是更好的 那在耐用性方面 设备的一个材料 要经济起长期使用和环境 特别是户外部分 说实话对于户外部分 我一直是挺打问号的 因为使用的天数挺少的 而且它会在高峰期的时候 高频期的使用 我再举个实内部 挖挖机和电玩 它耐用性的设备成本 能够降低维护成本 延长使用效米提升汇报 就没有低至优价的一个设备 不可能这个东西又便宜又好用的 这个逻辑上本身就不成立的 还有就是趣味性 每次看到一台设备的时候 谁来确定这个东西的趣味性 是一个糟老头子的领导 还是实习生 还是妈妈 老师 学生 所以这方面 一定要根据是儿童心理和生理特点 吸引小孩子 还有就是你的设备 必须得也要提高回 顾客的一个回报率的 那谁来决定这个东西 你说按照你这么有经验 你来吗 说实话 我现阶段也很难把控 现阶段行业 我来说一下 其实做儿童产业 你不吃碳水和蓬花食品 和玩电玩手游的 不是一个好决策者 如果说你的领导是喝白酒 讲官话的 也不咋地道 其实你更多的去找 就吃辣椒小炒肉和路边卤串皮脚的 这种是属于我们儿童乐园的一个高手 那品牌的话就快速一笔代过了 其实就是找一个有品牌的供应商 如果你想要的话 我也可以推荐你 那一般也都是推荐 确保质量和服务没有问题的 相对而言 它的技术服务和维护成本也非常的低 他们比较专业 接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是根据年龄弹来做分设备的 比如说3到6 做互动性色彩的设备 7到12 那可能就喜欢挑战和冒险的 适量的年龄段都会区分一个孩子的碰撞 由暗碰撞 提高一个乐园的安全性和用户设备 那在设备的功能组合方面 其实这里面有一定的科学预计状 而且挺复杂的 我这边就不提出来了 还有就是多功能的空间 不是说商场给你多大面积就做多少 其实你要学会合理利用 这个东西是可以跟他们做对方谈判的 还有就设备的流动性为了适应不同的节假日和活动性 要考虑比如说桌子是可以移动的 千万别找个柜子厂家一口气把它打上去 这个成本投入特别大的 一般性你要评估一下你到底是靠什么赚钱的 你是靠乐园门票还是亲子选项 还是说主题公园乐园的一个餐饮 这个你要考虑一下如何配的 那我这边的话一般性会有这样分 是0到4岁为低龄的 5到9岁高龄的 10岁到10岁为未成年的 那适合的一项目就是 绘本 沙池 海洋球 打击乐 猛场 角色抱怨 就是乐高 互动投影 还有运动设备 淘气宝 脚踏车 海洋球 手工 笨床 那像10岁以上就开始电弯城里面去混了 娃娃机 电弯 笨床 潘啪 这种上映的电机 电弯产品越来越多 但是这个东西它速度提不快 原因很简单 有特酒院在那边把控 我们说一下这里面几个内斗防身小技巧 其实很容易有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 你可能是被割侠 所以你要活下去拿工资的 不要挡领导的财路 也不要当踢死鬼 凡是涉及安全的就可以签字 你就真一剑 闭一剑 不要贪 要做人情世故 这个地方相对地方赚多了 下次你可以找它修理和维护 其实相对而言也不太贵的 说实话 就集团来一定要找 不斥指定节假日和周六休息的 总是固定修的 这样的话你可以计划去留完 你想着升上去 其实挺走 熬经验的 所以曹中无人别做官 但如果你是创业性的一个老板 那么有点辛苦 你把事情做好了 其实每个阶段要做的事 凡是老板都会做出 我们做一个总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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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